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慕莹桥低声说了一句 那被匪军叫做黑狐的矮小黑肤女子站了起来 他看着慕莹桥冷冷的说 慕莹桥 说话客气点 别惹怒了老娘 慕莹桥懒洋洋的说 惹怒了你又如何 我慕莹桥在这数千年了 你有种来咬我呀 尽管局势紧张 但在这星空峡谷中的人都清楚 绝对打不起来 这里灵气匮乏 能活下去已经很是艰难 谁吃饱了撑着 将力气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打斗之中呢 黑狐并不生气 只是依旧语气冰寒的说 血石无法咬 他 现在就让他把真星最外侧的那片地方让出来 真星这边的几名修士都将目光看向了边双臂 边双臂心中暗叹一声 并没有犹豫 直接对坐在最外侧的那名修士说 川河 把那片地方让给他们 这叫川河的修士是一名星空流浪着大班的男子 看起来非常的寻常普通 对自己的外表似乎也并不这么在乎 他听见边双臂的话后 叹了一口气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站起来走向了里面 真星中的几名修士都自觉的缩小了位置 空出了一片地方了 没有人觉得边双臂做的不对 因为楼川河的位置本来就是狼王山的 只是楼川河的突然加入 让真星的实力变强 强行从狼王山那儿抢走了一片位置 现在狼王山的人来了 再让出来也不过是在还回去而已 如果不让的话 这里势必是一场大战 三方实力本来就是平衡 现在狼王山多出一个人来 这平衡被打破 让出位置是目前最好的做法 落在这星空峡谷的是一名身材高大 满头红发的男子 他一落下来就看见了峡谷深处的石树人 随即他就震惊地发现 这里的每一个人实力都不会比他低 甚至有几人周身气势雄混 石里甚至还在他之上 很快他就看见了黑狐 顿时惊声问道 你是黑狐大人 矮小黑肤女子淡淡点了点头 已经给你一块地方了 坐下来吧 那就是你今后的场所 在这样狭小的地方坐下来 还是他以后的场所 沧穴有些莫名其妙 他好歹也是狼王山新一代的狼王 这种小地方岂能是他以后的修炼场所 他皱了皱眉 神念横扫出去 很快他就惊骇住了 他的神念只能在他体表周围环绕 根本就出不去 他立即抬脚将要跨出峡谷之外 不过他这一脚仅仅跨出了半丈不到而已 无论是原理还是神念 在这儿都是一种奢侈 沧穴的黑脸白了起来 他似乎有些明白黑狐大人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峡谷根本就是可进而不可出 黑狐冷冷的说 别在那里丢人现眼了 这里只能进不能出 只有大家坐的这一片地方还有些许灵气 可以让你施展神念 护出寿远 这也许是众人能在此和平相处的原因 存身之处本来就这么点大 如果还在这里大战 恐怕将来这里会连存身之处都没有 沧穴忽然明白了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一些 他忽然知道了为何没人能够破碎虚空 原来大家都被关押在了这个地方 他也步入了这些前辈的后尘 感受到了破碎虚空的飞升彩霞 没想到那彩霞中隐含着这样一个无法出头的星空峡谷 诶 追星是不是出了一个强者 斩杀了亿万星空兽和古诺星的修士 甚至登上了星空榜的第一啊 一边的黑胡可不会管沧穴心中想什么 他询问的是之前编霞壁几人说的事情 他也想知道 斩杀了亿万星空兽的星空榜第一到底是谁 有这样的人 沧穴听到询问顿时挣住了 他离开狼王山好几年了 最初是为了追寻墨无忌的下落 后来一直没能找到 他便回到了星空战场 帮助古诺星和星空兽群 占领了星空殿 就在他要进入真兴 彻底覆灭真兴之时 狼王山的妖兽得到消息 星空中出现了一株星空身亡 而且还是一株幻化为人的身亡 面对可以幻化人形的身亡 沧穴岂能放弃如此机遇 他毫不犹豫离开了真兴 一路追寻这株身亡 直到前不久 这株身亡才被他给束缚住 没想到 他还没享用这株身亡 已经看见了飞升霞光 没错 你难道不是狼王山来的 我看你身上有狼王的血脉 按理说你应该是狼王山的狼王才是啊 你如何不知道这种事情 黑狐的脸色更黑了 他相信边双臂等人不是撒谎 狼王山的狼王连这都不知道 这狼王也算是个垃圾 沧穴连忙说 这绝不可能 如果没猜错的话 真兴早已被我狼王山与古诺星连受战了 你放屁 楼川河大怒而起 他曾经是星帝山的星主 真兴本来就是星帝山护持 现在有人说真兴被异族所占 这不是放屁是什么 边双臂却是摆了摆手 川河不必在意这种话 如果真兴被异族占据 那星空榜的第一就不会出现了 楼川河点了点头 他相信真兴绝不可能被一族占据 边双臂说得不错 如果一族占据了真兴 哪里还有什么星空榜第一 星空码头那可是出了名的一手难攻 他可不相信有人能够轰破星空码头 沧穴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面色大变更是疯狂的想冲出去 可惜的是在这个地方 只要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就连黑胡都懒得问他了 直接开始闭目扬神起来 莫无忌停在了一块巨大的星路之外 这片星路悬浮于星空之中 远远看去就好像是一座飓风 这让莫无忌惊叹不已 浩瀚宇宙果然是千奇百怪 在他的认知当中 星球一般都是向球体靠拢 就算不是完美的 那也是接近的 而这颗星球就是一座山 这座巨山远远看起来 就好像是一个浩瀚的星球 可见着巨山之庞大 根据他的星空方位球指示 这座飓风应该就是狼王山了 这还没到近前 澎湃的灵气已经被他感应到 难怪狼王山的星空妖兽多不胜说 这地方就是温床 他的神念横扫进了狼王山 除了浩瀚的灵气之外 狼王山和一般的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此刻的狼王山中只有寥寥无几的星空妖兽 并非是想象中的到处都是 对此莫无忌倒是不奇怪 那个牛蛮跑了之后肯定会回来一趟 只要那牛蛮不是白痴至极 就会知道真星不会放过狼王山 他将狼王山的星空妖兽全部带走 也是情有可原 盯着狼王山看了足足有大半个时辰 莫无忌心里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他来的时候决定要将狼王山铲平 可这狼王山实在是太大了 这就是一个星球啊 以他现在人先四层的实力 想毁掉这样一个地方需要多久 至于那些雷射炮 他可不打算用 一个是他的雷射炮就算用最大的炮弹 也无法轰去狼王山 除非他舍得将自己最后几十枚炮弹 全部轰出去 而且得是同时轰出去 这想法当时被莫无忌放弃 用自己所有的炮弹去轰狼王山 他可没有这么弱智 如果不止暴猎阵毁掉狼王山 同样需要漫长的岁月 就以他布置阀阵的能力和速度 每隔一年半载 恐怕也是完成不了 莫无忌皱起眉头 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法子 毁掉狼王山 而就在这时候 一艘飞船急速靠近 最初的时候 莫无忌还没在意 很快莫无忌就知道 这飞船是前往狼王山的 果然片刻之后 那艘飞船从他的身边穿过 仅仅数个呼吸之后 那飞船再次飞了回来 落在了莫无忌不远处 飞船收起 一名容颜绝色的白发少女 从飞船上走了出来 莫无忌见惯了美女 同时心中还有一个 永远无法替代的层书英 这白发少女虽然容颜绝色 但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白发少女走到莫无忌的面前 鱼气冰冷的说 你是何人 在这里做什么 莫无忌一皱眉 这里是星空 任何人都可以再次停留 白发少女打量了莫无忌一番 然后她又开口说 狼王上的妖兽杀我师姐 我要杀光这些畜生 毁掉这个地方 你让开一些 莫无忌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选择了退后 她隐约感觉出来 这白发少女有些古怪 她开辟了106条脉络 人仙四层 就算是地仙圆满在她面前 她也可以看清对方的修为 可这白发少女 她的感觉却很是古怪 明明看起来 对方只有人仙后妻的层次 可是给莫无忌的感觉 这少女比竹举可要可怕很多 竹举的真实实力 相当于地仙后妻 这少女比地仙后妻还要恐怖 那岂不是地仙圆满 甚至是超越了地仙的存在 等等 你留在这里 是不是也属于狼王山的 只要是狼王山的 我都不会放过 白发少女叫住了莫无忌 莫无忌突然有种预感 这女人似乎在对她故意找茬呢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放最后的一集 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放最后的一集 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放最后的一集